要不要偷漏一点你要演唱会的事情 如果说不要你会不会尴尬 会 这样我很难做人 喝着咖啡一排轻松跟徒弟持修谈甜说笑 天后张慧妹日前宣布 睽違七年将重返小巨蛋开唱 15号下午也首度露面 曝光自己演唱会的准备进度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是要走A还是B还是C 所以这个是很困扰的 你也知道我的歌有那么多首歌 歌曲太多时在选不出 阿妹表示现在演唱会已进入了最后全人阶段 之后也会开放粉丝购票 让歌迷们相当期待 不过他这回难得顺序露链 其实就是为了支持 从徒弟变湿地的宝藏男孩迟修 就算在黑暗中 还是不放过我 持兄家王兴东家和张慧妹是同一家唱片公司 即将带着全新单曲和第二张正规专辑回归歌坛 之后也会挑战全球五大音乐节 用音乐天赋走入国际市场 不过被问到是否会成为老板阿妹演唱会的特别嘉宾 他则这么说 天后是天后 就是他有那个等级跟那个实力在 对那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一天也这么有魅力 然后或者是有办法跟他一起 不过我觉得现阶段的我 还是个 是希望明年我们要办一个 就是比较大型的演唱会 我不会说我自己一定可以怎么样 可是我已经有梦到我入位 去年的金曲新人寄望明年的金曲将 因此抢在今年年底发新专辑 持胸用音乐实力展现他的百变美丽 TVBS新闻黄关美周沛与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